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会国务秘书在科苏特电台周日新闻节目上表示 谨慎并且在遵守卫生规定的情况下 能够开始学年 体现了防疫的成功 但德莫特尔乔豹也认为 这是一场漫长多角度的战斗 因为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可以使用的疫苗 许多人可能感觉病毒放了暑假 但是政府却没有放假 因此相比春天我们有着更充分的准备 来面对第二波 年初我们面对未知 但今天我们知道的更多了 因此我们的准备更加周全 国务秘书表示 当前的抗疫有三个基本目标 保护老人 确保教育 使经济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即保护就业 布达佩斯这家超市的入口处 正在提醒顾客 在商店全区域都必须佩戴口罩 在商店里买东西的期间 所有人都能忍受 害怕总比恐惧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预防比较好 我支持佩戴口罩 尽管大多数人遵守因流行病 所引入的规定 但仍然有许多人 未在商店内佩戴口罩 或保持距离 这不仅使他们自己 而且使其他人 如售货员面临风险 商贸员工独立工会主席说道 此工作非常危险 每个月在那里工作的员工 与成千上万 甚至上百万的人有接触 部本科乔报说道 收银员不戴口罩的情况 有可能发生 但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由数值玻璃屏障 将其与顾客隔开 政府发言人在上传到 公共主页的视频中表示 疫情的制度正在帮助学校 使当前学年尽可能顺利 作为防御措施的一部分 森特基拉利亚历山大 提到了在人入口处 放置一定数量的消毒剂 或者只是定期进行通风和消毒 政府发言人确认 如果依旧需要过渡到数字教育 就仍必须保证儿童的监管 政府的目的是保持防疫的同时 避免执行限制日常生活的措施 但同时保护重压力公民的健康和工作岗位 学校正常运营是学生和父母的共同利益 感谢所有学生父母和老师 在过去几个月中的配合 我们需要互相照顾 明天将在19个欧盟成员国中 开始国际防暴行动 解放也在加入为期一周的突袭行动当中 在操作中将对火车站周围区域和乘客 进行更多的检查 但也将特别注意乘客是否 自首与铁路道口有关的规定 除加强交图安全外 该行动还旨在遏制铁路犯罪 例如对检票员的袭击 恶意破坏和结束盗窃 在欧洲这个级别 进行国际行动的目的 是为了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 当然也检查在铁路过道 是否遵守规定 包括行人 骑自行车的人 车辆司机 以及列车驾驶员 今天宣洋利的感染者人数 也接近500人 好消息是没有人由于感染死亡 目前积极的感染者人数 超过了3800人 目前在受感染的病患当中 有151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11人佩戴着呼吸机 许多虚假新闻的出现在 有关疫情的公共主业当中 随后于极短的时间下在互联网上传播 国家媒体和传播管理局的9月运动 有助于识别虚假消息 除其他事项外 他们提醒人们注意不要草率 粗略地阅读新闻 并随意地分享虚假的信息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